音乐 你好,我是杨明山国家公园的解说员赖修怡 很高兴在此为大家介绍沙茂山 沙茂山位于杨明山国家公园的南端 是一座个头不高,圆滚可爱的小山头 因为它的外形跟古代的乌纱帽非常的神似 所以称为纱帽山 目前我现在所站的这个青山露营场 及新园街一带的角度看过去 您看它的外形是不是非常的传神呢 纱帽山的海拔高度有643公尺 是七星山的寄生火山 跟七星山做比较呢 这两座刚好是我们阳明山国家公园区内 两种不同典型的火山 七星山的外形呈现的是圆锥形 它是由喷出的熔岩流以及火山碎屑岩 一层一层一层交互堆叠而形成的 是标准的富士火山 而沙帽山呢 则是由粘稠度极高的岩浆 从七星山的山腹喷出地表后 逐渐冷却而形成的 因为岩浆的粘稠度极高 所以也就不容易向四周扩散流动 所以就形成我们今天 看到沙帽山这副圆润的模样了 这是沙帽山的北登山口 从登山口到山顶的距离有一公里 想认识沙帽山沿线的景观资源吗 现在就请你跟着我的脚步走 走在沙帽山的步道上 您可以体验到多样的自然风情 在春天的时候 您会听到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 这是五色鸟的叫声 想象一下像不像是河上在敲木鱼的声音呢 所以五色鸟又叫做是森林里的花和尚 五色鸟是一种喜欢在枯木上竹槽的鸟类 所以当您走在步道上 不妨多留心四周的枯木 说不定您会发现到五色鸟的家哦 在夏季的时候 此起彼落的禅鸟 冲耳在你的耳机之间 您也许会听到 这是音量极大的骚蝉的叫声 它这么急促的叫着 好像在向世界上宣告它的领域一般 也或许您会听得到一阵悠扬的 这个则是木蝉的叫声 也可能您听到的是 这个则是惠姑的叫声 在这一场自然的乐章当中 您听得出几种的声音呢 在秋冬的时候 因为这边有七星山的屏障 所以受到强烈东北季风的影响非常的小 走在步道上您会觉得非常的舒适 而且宁静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您还会看见成群的台湾猕猴 从树梢上掠过 烧茂山步道全长3.2公里 单程践行时间1小时30分 有南、北两个登山口 北登山口临近阳明山公车总站 是一条非常容易清静的步道 而且山顶上视野非常的辽阔 可以看得到附近的大屯山 七星山 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 以及竹子湖的梯田 和阳明公园等景点 行动不如马上行动 欢迎您随时到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